好,大家好啊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腾讯会议来学习 猎狗币的甲子机器人的套利的真实造学功能 昨天有个朋友说以前的会议太晚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提早一点 这样大家可以早点结束 早点休息 好,我们现在先开始啊 如果还没有上线的朋友可能以为是要到10点哈 那以后我们可以看看9点半会不会大家更好一点啊 这个时间啊 大家认为9点半比较好的扣个1哈 认为10点开始的比较好的扣个2哈 看看大家认为哪个时间段比较合适哈 有扣1的有扣2的哈 大部分人都是扣1哈 也有扣2的哈 因为有的人可能要早点休息 有的人可能夜猫子哈睡得比较晚啊 大部分人还都是扣1哈 大部分人还都是扣1哈 也有扣2的哈 反正就是说正口难调吧 我们现在先看看9点半啊 如果是早一点休息可能更好一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好 这么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做个免责声明啊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哈 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 录市需谨慎啊 所以大家投资的时候呢 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的语内啊 任何好的项目都是有风险的 尤其是币圈的项目哈 没有百分之百保证啊 好 首先那个这两天有朋友问这个 咱们HunterLegobb的夹子机器人 它的套利的这个造选能力有多强啊 我的答案是无比强大 难以言表啊 很多人说你看我们每天分逢啊 百分之二是吧 这个会不会太高了哈 会不会说咱们这个造选功能没有那么强 到时候项目方手里就没钱了哈 只是很多人有这个担心哈 说这个你看别的项目 像我们以前做的Plus Token哈 每个月的收益是10%到15%对吧 这个一定是很高的一个收益 那咱们这个列狗币哈 我们每天1%到3%的收益 那平均2% 那一个月30天就60%的收益了哈 很多人认为说你这个收益完全是不靠谱哈 说你这个收益太高了 肯定是资金盘对吧 很多人说你这个收益肯定要崩盘的啊 说你这个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收益哈 说你这个项目一定是不能走得很久哈 那大家有没有这个担心哈 如果你认为咱们的收益太高了 就是说没有办法持续的你扣个1哈 如果你认为说咱们的这个列狗币基金人 有这么强的收益你扣个2哈 我看看大家认为这个有没有这么高的造选能力 一个月60%的收益 这个很恐怖啊 大家可以表个态 看看大家认为咱们的收益有没有一个月呢 60%啊 你认为没有的扣个1 你认为有的扣个2哈 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人有这个担心啊 确实有这个担心是吧 我给你100块钱 你一个月给我60块钱 这是高利贷呀 高利贷也没有这么高的收益是吧 咱们有没有这个收益哈 非常恐怖哈 非常恐怖啊 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有是吧 OK我们今天看一看他有多强的造型能力啊 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我觉得永远是一个心结哈 认为这个项目迟早要崩盘的是吧 这么高的收益 你看我投了100块钱 一个月就还我60块钱 那两个月不就没钱了吗 你还得倒贴20块钱是吧 你这个项目完不久的哈 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么高的收益哈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币的币价哈 我们看一下咱们这个币的币价呢 前段时间项目方在砸盘哈 这个更加觉得大家的恐怖哈 从这个腰涨了一半哈 从0.028直接砸到0.016哈 几乎腰涨了一半哈 那么腰涨了一半的话 很多人觉得项目方是不是跑路了 或者说项目方给我们发收益的钱 就是砸盘砸的钱 等砸完了也就没钱了 那也就跑路了哈 很多人有这个担心哈 那其实昨天我也给大家解释过 它是项目方在让这个币价上下波动 在做市值管理哈 那么新人你如果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哈 你心状不好的话 你就你就不要去炒币了哈 因为这个他就是这么玩 这个玩法确实跟别的项目方都不一样是吧 别的项目方都是希望币价一直涨 他这个不一样 他这个还反而不希望你一直涨 涨一涨就给你砍一砍 再涨一涨他就再给你砸一下盘 所以这种玩法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哈 你看从最高点0.028一直砸到0.016哈 然后现在一往回涨 然后又上下波动哈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币价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新人还是不要去炒币的哈 炒币的话很多人受不了哈 这种压力太大了哈 好那我们再看看 在咱们再往下看哈 好我们昨天呢又给大家讲到了这个 项目方 有把他的公开的这个搬砖套利的地址 给他换了新的合约地址哈 这个黑色的就是这个老的地址 红色的就是换到了新的地址哈 昨天我给大家留了作业 让大家去查看看他每天的收益有多少 有没有人做这个作业哈 大概你算出来每天的收益是多少哈 如果有做做有做作业的扣个一哈 如果你没有做作业的扣个二哈 我看有多少人做了这个作业哈 如果你想真正成为一个币 币圈老酒菜 你要学会查币哈 你有你有做了作业吗 你查了这些地址 他这个每每天的收益是多少吗 有没有2%哈 因为他每天发收益是2%吗 大部分人都没有做是吧 都是只是天天看啊 你这个看的话 你永远也不会进步是吧 你必须要自己做哈 你自己做你才能够明白 你自己如果什么都不会 只是天天天人家忽悠 那么你一辈子都是韭菜 对吧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对吧 你自己永远也不会查币啊 你不会统计哈 所以说呀 以后这个你要混币圈的话 你一定要懂这些东西哈 什么查币呀 地址上有多少币呀 这个东西 你否则永远只能做资金盘哈 被割韭菜 对吧 所以就说以后有机会等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可以见面聊哈 手把手的教你啊 那么自己你也要学习啊 好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套利地址在这个屏幕上 看见没有 你把它输到你的浏览器 就可以查了哈 回头我看一看啊 回头我看看发到群里也行哈 我等一下我看能不能给他发到群里哈 涛利地址啊 这个是USDT的啊 可以发到 聊天室里哈 这是USDT的啊 这个是USDC的啊 第二个是USDC的 大家打开聊天室啊 第三个是BUSD的哈 这三个是这个 这三个是新的合约地址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啊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为了统计的方便 我们只统计美元稳定币的哈 因为这个他的币价是不变的 这样好算 因为你如果币价老是波动的话 你很能计算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哈 所以呢 我们就用了这个美元稳定币 来统计一下 这三个地址 每天能赚多少钱啊 我们用这三个美元稳定币 USDT啊 USDC 还有这个BUSD 这三个都是美元稳定币啊 跟美元都是1比1的关系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用这三个币种来计算猎狗币项目方这个夹子机器人哈 这三个地址都是这个机器人哈 所谓的机器人就是智能合约哈 就是智能合约地址哈 那么这三个智能合约他每天都在套利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合约地址每天套利能赚多少钱哈 那么刚刚说了黑色的呢 是老的地址已经不用了 现在我们用的是红色的地址哈 因为时间限制我们没有24个小时哈 所以我们用12个小时 然后再乘以2哈 我们呢 是从昨天上午结束完会议之后呢 11点14分开始计算 一直让他在里面套利套利套12个小时 套到晚上的11点14分 那就是12个小时 那我们算的是一天的收益 所以我们再乘以2 把这个结果乘以2 就是24个小时哈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计算他每天 他这个地址能赚多少钱啊 大家能听懂吗 能听懂就扣个1哈 听不懂就扣个2哈 这么算你能听懂吗 就是用这三个地址24小时能赚多少钱来计算哈 大家都能听懂啊 好 那我们来算一下哈 我们有两种方法计算哈 一个就是直接算他地址上币的增量啊 这个就是最笼统的一个算法 但是不是很精确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用他的 把他的所有的数据下载在电脑上 然后来分析 这个就麻烦一点 那这个就更准确一点啊 我们用这两种方式来看他到底每天 这个地址 就是三个地址哈 USDT USDC和BUSD能够赚多少钱哈 那么你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他到底能不能有钱给我们发收益哈 当然不是说这个猎狗幣的相互方只有这三个智能合约 他有很多个地址有很多个甲子机器人哈 这个这三个只是他公开给我们的哈 当然他还有别的没有公开的地址我们为了统计方面只算他公开给我们的哈 别的没有公开的我也不打算公开了哈 当然还有哈 不用担心哈 不用说他只有这三个地址可以赚钱啊 我就怕很多人又会抬杠 说你这三个地址也没赚到40万呢 当然还有别的地址的哈 另外他在中心化的教育所也有半赚套利哈 那个都没有算哈 我们只是算他公开的这三个地址哈 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实力哈 好我们看看上午11点14分哈 这里看左上角的是11点14分 他这个观察钱包的地址哈 我们看USDT USDT呢是153264个哈 USDT哈 这个是观察钱包啊 大家都有打开观察钱包没有 如果有观察钱包的就扣个1哈 如果你没有观察钱包的 就扣个2哈 你的TP钱包里有没有设观察钱包哈 我希望大家都把咱们刚刚发到聊天室的三个地址 加到观察钱包去观察哈 很多人都不会设观察钱包哈 这个就很遗憾哈 大家如果有观察钱包扣个1哈 那么我已经刚刚跟你说了哈 我用了列狗币套利地址USDT都为观察钱包 然后第二个呢是列狗币的套利地址USDC也是个观察钱包 第三个呢是列狗币的套利地址BUSD也是个观察钱包哈 我们通过观察钱包呢 然后你点进去呢就可以看这个他的币的交易情况哈 好我们先看看6月7号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14分 他这三个观察钱包的B的数量 USDT呢是153264哈 USDC呢是186196哈 那么BUSD呢是21425哈 换句话说就是在USDT这个夹子机器人 这个资本合约地址上有153264个币 USDT USDC呢是186000个 BUSD呢是221485个哈 所以这些币呢就是项目方手里的资金在套利哈 这些币种哈分别是三个稳定币哈 好我们看看到了晚上11点14分 啊总共是有多少个币了哈 这个是最简单的看币的数量的增加这么来算哈 好那么这张图呢是到了晚上11点14分 经过12个小时的套利 那么USDT的钱包地址就涨到了156000个哈 那么USDC呢涨到了187000个 然后这个BUSD呢就涨到了246999个哈 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个币的数量在增加 那就说明了他这些都是赚钱了嘛 那么我们这是12个小时对吧 然后再乘以2就是24个小时哈 那么这样是一个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精确 但是可以大概的估算一下他的造 他的造血功能有多少哈 那我们来做个统计哈 那么从上午的11点14分到晚上的11点14分 这个12个小时 USDT呢从153000个涨到了156000个哈 就是说涨了2700个 那么这是12个小时 那么从他的这个套利的这个这个比例来看呢 是一天哈1.8% 这是12个小时哈 那如果是24个小时呢就乘以2 就是3.6%哈 这个就是他每天的收益是3.6%哈 这个是USDT 当然这个是一个最笼统的计算了哈 不一定准确 因为他有可能币还还转移走了哈 那么同样用USDC呢 是186000变成187000 那么他24小时的盈利能力呢是1.47%哈 这是USDC 那么在他这个相对比较低的原因呢 是因为USDC在薄柄交易所用的人很少 对吧大部分都是用USDT 或者是BUSD或者BNB交易哈 用USDC的项目很少 所以他没有什么搞头 所以他的盈利呢相对会比较低 但是就算这样的话 他一天也有1.47%的盈利哈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恐怖的就是他的BUSD哈 他这个资金的数量从22万1000个涨到了24万6000个哈 那么他的24小时算他的盈利是23.1% 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收益 每天的收益哈 好我们把这三个做个平均 那平均下来呢就是3.6 1.4和23.1 一平均就是大概是9.39 啊 换句话说这三个咱们只看这个稳定币 别的咱先不看 那么这三个稳定币的话呢 他average平均呢每天的收益呢是9.39%啊 这个就跟那个以很多老师的分享 大概每天的收益是8%到11%是差不多对吧 啊我说的是平均啊 啊所以呢他给我们发收益每天2%呢是毫无 啊毫无困难的啊 但能看懂吗能看懂的就扣个1哈 啊没有看懂的就扣个2哈 啊这么算你能看懂吗就是我们算12个小时的盈利哈 然后再乘以2就是2个4个小时的哈 啊大部分都能都都能看懂哈 那么能看懂就差不多就是大概知道这三个合约定币 或者说这三个机器人他的平均的套呃造血功能呢是9.39哈 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哈 但是这种方法呢是比较粗略的哈非常粗略的一个计算 那么你想更精确的计算呢也是可以的哈 那我们就是把它的所有的数据下载 然后然后在每一个数啊数据统计 那么这个花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那是结果就更准确一点哈 那我们看看第二种方法来计算哈 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先打开这个浏览器 输这个USDT的合约地址对吧 然后呢他这里有一个你往下拖在底下有一个下载哈 有个下载的界面哈 然后呢你点下载数据我们按一天的数据 就是比如说昨天的哈 就是让他下载6月7号到6月8号 那么这24小时之内他的数据哈 然后呢点下载 那你要先进行一个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点下载把数据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再统计转进去的多少USDT 转出来多少USDT 那么用进去的USDT减去出来的USDT 那那个就是你的收入对吧 你左口袋进钱 右口袋出钱 那么你到底是赚了钱还是赔了钱呢 那就是把你进来的钱减去出去的钱 就是你每天的盈利对吧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 好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一个一个序的一个一个表格哈 你看全部是6月7号的数据啊 过来6月8号的就直接砍掉哈 那么我们算出来 就USDT这个地址 他进来的是18万啊 是188万个啊 188万个USDT 那么同时因为他是在套利嘛 他进进出出嘛 那出去的呢 是185万个 那么他的盈利呢 就是3055个哈 这个是USDT 一会我会给大家做个演示哈 这个就是USDT的地址哈 那么用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USDC 还有这个BUSD的盈利的这个数量哈 那么用这个方法呢 每一个做个统计 那么就更准确 你看 把每一笔记录都加起来哈 精确到小数点后0.0000001哈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个总的数量哈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从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天的盈利 那么USDT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是3055个 那么按照他的币的数量来推算 他每天的盈利是19%哈 那么USDC呢还是比较少 只有0.87%哈 那么BUSD呢也是也是盈利28,290个 也是12.78%是吧 那么把这三个数平均哈 19.61 0.87 和12.78 那么这三个合约地址的套利24小时呢 就从6月7号到6月8号哈 大概这三个地址这个B的这个平均的收益呢 是11.28%哈 那么这个反而还会高于这个前面这个9.39%哈 还要稍微高一点哈 所以你看啊 所以你看啊他USDT这个地址每天赚3万个币哈 啊 USDC呢很少啊 1000多个哈 BUSD呢赚了28,000哈 也差不多3万个U哈 所以你看就光这两个地址每天的盈利就是差不多6万个U 对吧 那每天项目方给我们发的B是40万对吧 那也就是几个地址就够了哈 他的给我给他的盈利也就够了哈 那我们只是考察了他的三个三个地址或者说三个机器人哈 那么项目方可能有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机器人地址哈 所以这些钱一点问题都没有哈 你看他的盈利就是他的本金吧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钱当他的本金哈 或者说他的仓库哈 你看他这个收益的话 基本上来讲啊 都是10%左右哈 或者10以上哈 非常高的一个收益哈 好 这个总结哈 那么币的价格在上下波动 大家不要去炒币 那么我们呢 选了三个币种来测试他的盈利能力啊 USDT USDC和BUSD 那么我们第一种方法呢 是算12个小时 看他的币的数量的增加 然后再乘以2 就是24个小时哈 那么这么 那么这么算呢 就是比较笼统哈 那么收益呢 是9.39% 但这种方法呢 不是很精确 那么最精确的方法是把他的所有的数据都下载下来 然后再做一个平均值 那么这三个机器人的平均的是11.08 所以不管是按9%还是按11% 那么都远远高于我们的收益每天2% 是吧 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方的盈利能力呢 是不需要怀疑的哈 它的造雪功能是远远大于给我们发的收益哈 所以不需要担心哈 好 今天给大家再演示一下怎么查的哈 很多人没学过统计哈 首先呢 你比如说USDT哈 你点开这个新的地址 你复制粘贴 是吧 你粘贴到这个 这个合约地址 这个是币安链的这个浏览器 BSC Scan 对吧 你进去之后呢 你输入这个合约地址啊 好 你输进去以后呢 你这里就会发现现在是16万6千多多哈 比昨天又多了好多哈 还记得吧 昨天我们查到的是多少 昨天我们查到的是15万3 15万3哈 对吧 15万315万6 那么今天我们刚刚看已经是16万6了哈 又多了好多币啊 又多了好多币哈 好我们点开点开这个啊 USDT哈 16万6哈 点开这个就写了16万6千529个哈 我们要统计它24小时之内 有赚了多少钱 我们就点到这个最最底端哈 它有一个下载 看到没有下载哈 下载我们输入6月7号到6月8号 那么就24小时 要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点下载 然后你点下载的时候呢 他就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你下载下来了哈 在这里哈 那么下载完了以后呢 你就按这个时间点 你看它是6月7号0.01分开始的啊 0.01分 然后 你从 到6月8号为止 我们把6月8号的数据把它去掉啊 这就6月8号了哈 我们算24小时的 我们就把6月8号 把它全部删掉 我们我们只算24小时的这个数据 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全部的删掉 删掉以后呢 我们就只剩下6月7号的数据了啊 它的每一笔交易都在这里了哈 这个地址上的USDT 包括买的和卖的啊 我们都把它 全部的删掉啊 全部的删掉 好 好删掉以后只剩下6月7号的哈 那么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排序啊 做一个排序 按升降排序啊 好 我们这个就是出去的哈 这个地址是Linux BD B5哈 这个是往外走的B 我们把它用 用蓝色的来标记吧 我们用蓝色的来标记啊 这就是所有的数据 就这个机器人 它R4个小时之内 买进和卖出的 我们全部在这里啊 好了 我们用一个蓝色的啊 或者说紫色的来标记 然后进来的 我们用红色的来标注啊 这个是进来的 我们用红色的来标注 这个所有的记录都是它 机器人在套利的一个数据啊 每一时刻进来的和出去的 我们把它做个统计啊 用一个cell文文档啊 大家有学过统计吗 知道怎么用一个cell处理数据吗 我不知道大家的文化水平怎么样哈 有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做过会计的 有没有算过账的 有上过账的朋友你就应该知道哈 怎么算哈 有没有用一个cell表格的抠个1哈 没有上过大学是吧 哈哈哈哈 那我给大家做个演示吧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啊 好 这些是进来的 我们用红色的来表示啊 啊 那还有一部分也是出去的 我们还是用蓝色的来表示啊 我们可以给它标注起来 那么这些数据呢 就是这个 进来的数据啊 进来的数据 我们刚刚说了只要6月7号的哈 我们要统计R了4个小时哈 这些就是进来的数据啊 那个红色的呢就是出去的数据啊 蓝色的是进来的数据啊 进来多少个U哈 好 我们来给它加起来哈 用添加的方式哈 算一下总共进来多少钱哈 这个很好算的 非常简单哈 会做的也很快哈 好 这个算起来 这个蓝色的是 二十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啊 这是蓝色的哈 然后再看看红色的哈 红色的哈 红色的 插入啊 统计一下把它加起来哈 把它全部加起来 把进来的U啊 进来的USDT全部加起来哈 看看有多少个 看看有多少个 然后出去的有多少个 那么用进去的减去出去的就是他一天之内赚到的钱哈 好 看见没有 188万个 看到了吧 然后再把前面也是出去的也给他加起来哈 算一下 算一下 把它做个统计啊 把它全部加起来 好 好 所以出去的这个是161万8508个对吧 把它加一下 好 好 然后这里呢 还有 二十三万一千八百 二十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啊 好把这两个一加 就是 所有出去的币的数量啊 185万0377个U啊 那么进去的U呢 进来的U呢是 188万0 432个 看到了吧 那么这是进来的U啊 我们把它一比较 好了这就是进来的 进来的是188万 那么出去的是185万 所以把这两个一减 把这个数减去出去的 哎 看到了吗 就得到了这个结果哈 这个结果就是三万零五十五个哈 三万零五十五个哈 那么刚刚就是我说的这个方法哈 三万零五十五个看到没有 所以呢 这个地址呢一天就是6月7号这一天 从0点到12点哈 二十四小时 赚了三万零五十五个U哈 本身有15万个U 所以他每天的盈利 大概是百分之 把三万除以十十五万 就是百分之十九啊 大家听明白了吗 这种方法学会了吗 看懂了扣个一哈 啊 没看懂的扣个二哈 所以这一个机器人一天就赚了三万个U 啊 那么同样这个USDC呢 赚了一千六 一千六百二十二个U 因为这个不太活跃哈 USDC 但是BUSD呢 也是赚了两万八千两百九十个U 啊 所以差不多 比较活跃的地址一天能赚三万个U 啊 大家只是三个地址 这三个机器人 那么我们项目房可能有上百个 甚至上千个机器人 是吧 所以你说他一天能赚多少钱啊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哈 啊 现在主持人给大家开个麦哈 开个麦哈 大家都看懂了吗 好的好的 谁要 谁要提问的举个手 对 对 有提问的请举手 有没有提问的 有对这个 对咱们机器人 这个智能合约地址有疑问的 或者还怀疑他的造选能力的 举个手啊 没有人举手吗 是没有是没有听懂 还是 还是都听懂了 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的可以举个手啊 刚刚有人在聊天室里问的 可以举个手 举个手发个言 那个洋洋的联盟社区的 举个手 会举手吗 有人有问题吗 都都听懂了吗 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是听懂啊 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听懂 还是认为这个查询的过程 不好懂 太复杂了 有一个叫海洋的观众 主持人开一下麦 好的 海洋你自己开一下麦 我自币已经办理开了 饶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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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辛苦了 刚才看到你这个查询的过程 你重点的查询的是USDT USDC和BUSD 这三种稳定币吗 是吧 对 那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圆图 圆图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盈利的账户 以及我们这个分红的账户的关联性 这个你真的没有 这个我们以前已经查过了 他最近不是频繁的换这些套利的合约的记址吗 因为这个套利的地址呢 就是说第一个是用的时间长了之后 它的盖茨费等等成本会高 第二个的话有可能遇到一些刁钻的黑客 他可能攻击这种合约或者阻碍他 这一块你有没有稍微纠正一下 他用的时间的长和短 我们建立一下观察钱包 就可以看到他的数据流动的情况 对啊 你是可以用观察钱包看的 你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的是吧 就是说这个观点性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我们以前已经查过了 好的好的 谢谢你 很复杂 要花很多时间去追 一个一个追 不是你是可以追得到的 没问题 嗯 好的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还有谁要提问吗 好的 那个联盟社区的羊羊可以举手吗 还有没有问题的 好像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 嗯 他赚的U怎么到分红尺 这个以前查过了 你还要在明天再查一下吗 所以大家对这个项目不需要再怀疑 大家努力去推广 大家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 或者一般的这种临时的工作 大家就可以先放下 这个全力去推广猎狗币 因为这个推广起来的话 它的收入要比你上班高得多 除非你有什么在体制内的工作 你舍不得放弃 一般的工作你就先放一放 或者停息留职或者请假 干个半年到年底之后 你这个财富就自由了 干半年 大干猎狗币就对了 因为它这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的一个奖励机制 它的推广收益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努力干猎狗币就行了 今天 不需要再去搞别的项目 别的项目都是资金盘 都是没有造学功能的 好 要没有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 都了解了这个项目 我想如果还有问题的 可以私聊我 给大家留一个微信 不需要再怀疑 努力干就行了 主持人也留个微信 大家加个微信 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私聊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谢谢老博士 谢谢老博士 好 大家早点休息 明天起来接着推广 那狗币 行 好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对 白天好好推广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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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广安 大家拜拜 广安 再次再次继续